敢不敢挑战和呆呆solo 输掉的人要喊我服了爸爸 不是哥们你怎么想的 我身为前国服榜一 你居然这么欺负呆呆 说白了呆呆有啥实力啊 不过这个输掉比赛这个惩罚还不错 我吃点亏 帮你们看看呆呆叫起来是什么样子 哦我亲爱的毛姐 找我有什么大喜事啊 确实有个大喜事 你想不想说我服了爸爸 啊你带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哎呀这是粉丝想看我欺负你 想让他俩solo 输掉的人要喊我服了爸爸 你看看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你吗 毛姐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是吧 你什么实力我还不清楚啊 那什么肯定脸给多了 好好本来我还想手下留情一下 可换来的却是疏远 不装了不把你打成教父 我就不信毛 啊战役涌上来了 来吧旅途老弟 很长时间没打你了 借着粉丝挑战的借口 今天那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嘿哟喝 你还教训上我的毛店 咱俩谁依谁灵 你心里没点数 可以啊现在口气都变这么大了 哈哈哈哈哥们不仅口气大 脚气也不小 让你尝尝我的脚气怎么样 啊准备 菜就多练 输不起就别玩 哎呀我陪你练一局你装什么 哎呀陪我练一局装什么 国父第一的含金量懂 啊 毛店我跟你讲 上马存福利局 大家都知道我的失利在你之上 你赶紧捂好屁股啊 这句我要认真了 真的算我求你了 你每次放回话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 一点成绩都没有 能不能讲你没听过这词 老毕灯 要什么跟你脸给多了 没意思 太菜了哥们 和你玩游戏就是对我的侮辱 懂吗 最后一局认真了 哎呀最后一局认真了 相信你们大家其实也都能看出来 你们的毛姐的国一水平有多强 都给你们说了哥们国一实力 平时直播和露素材那些事物画面 都是我整的节目效果 要真打起来 谁也招架不住懂吗 五局三胜 我们也已经赢了两局了 差不多该结束了 那这把就让我做个了断吧 不是哥们二比一装什么 我认真了 上局确实有点大意了 不过问题不大 优势依旧在我 只要我稍微认真那么一点 呆呆还不是被我 随便拿 我找你们 在叫 不是哥们二比二装什么 还有最后一把 我真认真了 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